在葡萄牙对西班牙的比赛中,C罗进的那个任意球,是电梯球吗?C罗三球两度羞辱皮克,世界波加量肌肉加霸王布,经是任意球驻经点六号足球。 观察当C罗提起短裤,亮出肌肉线条极其优美的大腿,你应该知道,他又要施展那个振朔古今的成名绝技了。今天凌晨,C罗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,他用三个进球帮助葡萄牙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,并用一个极其完美的任意球,征服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苛刻的球迷,羞辱了多年来对他喋喋不休的大嘴皮克, 就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,皮克又对C罗的那个点球迭迭不休,他太容易摔倒在场上了,几乎所有球迷都在虚他,事实上,这一次他大错特错,几乎所有的球迷都在赞美C罗,更是赞美那个让皮克蒙羞,让自己成为世界焦点的任意球,不妨时间回放。 第58分钟,那桥的世界波帮助西班牙3-2反超,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推移,西班牙距离胜利越来越近,不过,C罗在第87分钟的任意球世界波改变了一切,当时,C罗禁区前沿拿球突破,当时,C罗背身对着皮克,实际上并没有好的机会, 只见他顺势下左侧一放,皮克下意识一推,C罗就是倒地,他为葡萄牙赢得一个绝佳机会,只见C罗走到罚球点前,习惯性撩起短裤,露出强壮的大腿,同时,霸王不后退三步,才怕事意可以罚球后,他略微助跑,挥动强壮大腿,皮球划出一道优美弧线,从皮克与布斯克茨人墙外侧飞了过去, 如果这两人组成的人墙向右十公分,这个球就会被阻挡,这些年,由于在多次交通中对位的关系,皮克一直试图用言语激怒C罗,可是这一次他被C罗戏削得很惨,他无话可说。